台湾 福尔摩沙 孤岛高山的地理环境 丰富的生态资源 加上大陆边陲门户的特殊性 使它成了各国自然学家 航海家 与军事家的角力舞台 台湾昆虫经验一百 讲的是岛上活跃的昆虫 如何影响着统治者布局的困难 讲的是台湾多样的昆虫 如何左右着长迷的经济活动 讲的是我们的科学家 如何透过昆虫研究 为后代奠定更宽广的知识基石 感谢观看 台湾是个隔离于欧亚大陆的海岛 封闭的条件形成特有种的绝佳环境 从16世纪 葡萄牙人首次以美丽之道 福尔摩萨命名这个岛 台湾注定要以它美丽的生态资源 赢得全世界的目光 再也没有一个岛屿能向台湾拥有如此丰富的生物之美 以地理环境、精维度来看 台湾得以交汇三大地理动物区 因此促成台湾生物的多样性 以蝴蝶为例 全世界蝴蝶的种类目前已知约有两万多种 而台湾的蝴蝶种类便高达四百多种 以台湾的面积及蝴蝶的种类来计算 密度居世界之冠 蝴蝶到底如何成为推广台湾形象的重要伙伴 台湾大学昆虫学系石正仁教授 将带我们一探其中的历史轨迹 台湾丰富的生态资源 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生物学家前来寻宝 他们在台湾采集记录、标本分裂等研究 使台湾的昆虫越上了国际的科学期刊 其中英国人史文侯 是以科学方法研究台湾昆虫像的先驱者 1856年至1860年间 好奇心强由艾太显的英国首任驻台领事 史温侯 在台湾进行首次的采集 为台湾生物分类奠定下基础 随后德国人索德来台 采集昆虫制作标本 赠予或卖给欧洲各地的博物馆 当时埔里的采集点就是他开发的 我们现在来到台湾地理中心 位于南投县浦里镇 这里四面环山 水资源丰沛 所有很好的生物多样性 也引育出丰富的蝴蝶资源 民国五零年代 这里的蝴蝶加工业迅速蓬勃发展 也成为台湾首屈一指的产业 浦里的蝴蝶有两百多种 是台湾蝴蝶种类最多的地区 1904年日本人开始在埔里 买卖蝴蝶标本 岛内于是兴起第一波蝴蝶采集热潮 民国五零年代 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中断的蝴蝶加工热潮 重新燃起 并畅销欧美日等各国 让台湾拥有蝴蝶王国的称号 蝴蝶的标本和贴化是国际认识台湾的重要管道 浦里是当年台湾蝴蝶加工业的龙头重镇 整条街都是蝴蝶相关的加工厂及商店 虽然当年人生点位的盛况已不复见 但是一些以蝴蝶加工品为主的商品 还是完整地保留下来 现在浦里镇的街道 跟一般城镇没有什么两样 可是在过去 浦里的蝴蝶加工高达47家厂商 密度之高是全国之冠 这些无以技术 让世人惊艳不已的美丽才艺 改善了数万个以蝴蝶为生的家庭生计 俩牙也成为当时广大的穷困农村 另一个新的裁员 蝴蝶无疑是许多人的衣食父母 今年85岁的余青金 从小跟着受雇于日本业者的父亲 到野外采集蝴蝶 在史老师的探访中 他将细数与台湾蝴蝶 密不可分的生命故事 对 对 爸爸 爸爸 你在做什么 今天要拌生鸡就在哪里想起来 今天我就想起来 没有拌生鸡 尽量要让你到我家 我没有问题 好 1926年出生的余青金 在六岁那年 头一次跟着父亲上山踩蝴蝶 余木生带着二儿子余青金 往他秘密地采集场走去 仔细地观察了四周环境后 极熟练地在靠西边的平坦地 做了陷阱 这对年幼的余青金来说 是宝贵的见习机会 撒上尿液后 上面置放两三只死蝴蝶 以诱饮同类蝴蝶飞下来西巡 不出几分钟 小小一窟的陷阱 停满了近百只的蝴蝶 太松了 爸爸啊 你来看看 你快看 你快看 余青金生怕蝴蝶一下就飞散了 邻近一动 赶紧把头上带的斗力 当补蝶网使用 妈妈啊 我来看看 你快看 你看 阿嬤 我就像你一樣 狗狗狗狗的牙 對於青睛來說 那一次的採集 是註定要往蝴蝶人生的起點 一隻狗狗狗狗就這樣 沒有 再狗狗狗就撞不住 你中間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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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那時候一隻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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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小孩子娘就欢迎了 爸爸这只好 欢迎了 在50至70年代 于清津凭借他高人一等的重感 与出身入化的补蝶技巧 再加上当时海外市场需求旺盛 他也架构起全台的补蝶网络 江浦里推向蝴蝶王国重镇的宝座 于清津当时不仅是牙桃 以其父亲为名的 牧生昆虫采集所的蝴蝶加工盛况 更是让人难以想象 以前我们最多的时候 有员工大概有两百多个 有两百多个 全部都是在做蝴蝶加工的 外向的量非常非常的大 一年只要几千万只 1968年至1975年 蝴蝶加工业的巅峰时期 台湾各地出口的蝴蝶总数 就多达一千五百万到上亿只 外销总值超过三千万美金 质售量当时是全球第一 素有民间昆虫博士之称的鱼青金 常年对昆虫分类研究下苦心 他以前在台湾 对这个蝴蝶非常的热爱 我以前是完全的投入 很多外国学者都会来找他 他虽然没有受什么教育 可是在日本学者 他都封他为博士 他是做分类的非常的好的 1979年基于对昆虫的兴趣 与使命感 把他多年的收藏品全拿出来 设立了国内首座昆虫馆 现今这个博物馆 已传承到瑜伽第四代 于丽华小姐的身上 这一支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这支是非常特别的一支 三合一的蝴蝶 他左边是没有翅膀的母的 右边是有尾形的母的缝蝶 那中间呢 他肚子的地方却是宫的 宫的生殖器 目前还没有发现到 全世界还没有发现到 唯一的 我相当稀有 非常稀有 四十年前 有人出价新台币八百万 买这支蝴蝶 于青金不为高价所动 反而说 就只有这么一支 我要留给我们台湾人看 不能卖 蝴蝶加工繁华的时期 人人都说 于先生真好 造就就业机会 帮国家赚外汇 但蝴蝶加工业没落 于青金反辈指着骂 有个老公 这些人都给你吃了 东东都给我吃了 三个人都在玩 我玩 我玩玩不快 采集实质上 并不会造成蝴蝶的大量灭绝 蝶以石为天 以一片生态平衡的环境为例 只要蝴蝶幼虫的寄主植物够充足 即使人们捕抓成蝶 甚至是以农药防治它们 蝴蝶种树依旧不减 只因寄主植物不予匮乏 蝴蝶还是可以 源源不绝地繁衍下去 但是 如果蝴蝶的漆地 因为人为的开发 遭到破坏 使得寄主植物或蜜源消失 那么许多蝴蝶 因为没有食物来源 就会因此变少甚至灭绝 蒲里的蝴蝶 在50至70年代 是许多人共同打拼经济的伴 之后 随着土地过度开发 蝴蝶数量锐减 蝴蝶加工已成细养产业 现在的蒲里镇 已经看不到任何一家蝴蝶工厂 台湾因蝴蝶带来的繁华 会就此没落吗 还是能在其他爱蝶人的努力下 重现蝴蝶风采 蒲里 这个以蝴蝶为主业的小镇 已露出疲态 在繁华落尽的小镇外 昆虫学家石正人教授 又将挖掘出 怎样不同的蝴蝶故事 在五六十年前 他们是平凡的上班族 老师甚至是补蝶人 但后来 他们抛开蝴蝶的商业利用 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去延续蝴蝶的美 王生坑 一个平凡的上班族 与家人走遍全台追寻蝴蝶 更将生前搜集的十万件标本 及相关加工品 捐给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 他虽然不是昆虫专家 但到底是何等热情 才能创下如此惊人的蝴蝶收藏数量 王生坑的女儿王秀芬 谈起父亲生前的采集点滴 家里每个角落的物品 都有父亲热爱蝴蝶的影子 其实那个是一个非常开心的童年 白天其实我们就是抓蝴蝶 晚上去抓鹅 装备的话 其实要出去就不要怕晒 那个时候没有防晒油 那帽子要戴 帽子是一定戴 这个其实是我爸爸乐下来的帽子 那他随时随地一定是戴了这个帽子出门 再来呢 三角纸一定要有 平常我们就拿那个电话布 中华电信的电话布 这个就是用这个电话布 然后折成这样子的一个三角形状 然后这个是这个大鹅 那我爸爸最喜欢的蝴蝶呢 就是这一只 那这一只蝴蝶 就是俗称的西瓜凤蝶 那蝴蝶放也有一个学问 因为大家跟我们出去抓完了以后 蝴蝶也不知道怎么放 也不知道怎么摆 那其实就是要把这个大的翅膀的这一面 要对的这个三角的直线 这样放就刚刚好 然后要稍微把它缩进去就进来了 所以这么小的一件事情看起来很不起眼 其实还是有点学问 在王生坑的采集中 利用蝴蝶翅膀来当作颜料的画作 不仅精致 也最受国外同好的赞叹 为什么会有这幅画 是因为爸爸到处去收集不一样的蝴蝶 那蓝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蝴蝶 叫珠光凤蝶 那这一只蝴蝶只有蓝羽有 所以爸爸大概美腻一年 大概都要去两趟三趟 那就是到蓝羽去 那看到蓝羽的船非常漂亮 所以他就用蝴蝶去把这样的一幅画给做出来 每一笔每一看到的 没有任何一笔是画的 全部都是蝴蝶 包括背景 贴画中凌分的色彩 来自蝴蝶翅膀上的鳞片 极其折射光 鳞片是一个个小小的片状物 就像层层相叠的乌袜 也像是鱼鳞一样 这些鳞片除了自己本身的颜色之外 也会因阳光照射角度的不同 而折射出绚丽的金属光泽 用它来当画布上的颜料 也就越发耀眼夺目了 蝴蝶绚丽迷人 但对王生坑来说 与其私藏不如与众分享 透过展示更能活化蝴蝶 有限的生命之美 在民国5070年代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王生坑一样 自由穿梭在台湾蝴蝶出没的地方 当时捕蝶人都各自拥有 自己秘密的采集基地 这些秘密以前一直深守在 捕蝶人的口中 直到陈卫硕老师的出现 才得以解密 让我们得以一窥台湾昆虫蝴蝶的盛况 四十年前 任职台北市成功高中的 业余蝶研究者 陈维寿老师 因为好奇冬天蝶量少 为何南台湾的捕蝶人 却能送出一袋袋新鲜的蝴蝶 因而促成对外发表 两个大型蝶谷的契机 1971年冬天 陈维寿老师 进入高雄茂陵紫斑蝶的棋袭地 深深地被为数 众多的紫色幻影给吸引住 除了用16厘米摄影机 记录下紫斑蝶谷的生态 更向全世界发表 紫蝶幽谷的存在 这是台湾唯一登入英国伦敦自然史博物馆 蝴蝶专书中的月东形蝶谷 作为岛上沉默的议员 此斑蝶却意外地为台湾在国际上发声 很多的台湾的蝴蝶谷 好像都是陈老师你发现的 其实他们发现的话 可能第一次看到的还是当地的原住民 是 是我把它向社会发表 是 那么台湾有不同类型的三类蝴蝶谷 夜通型蝴蝶谷 蝶道型蝴蝶谷 跟世界独一无二的生态细型蝴蝶椎 日据时期 日本政府砍伐美农六个山谷的陵墓 想要种植金鸡纳树 来提炼防治瘧疾的药 但却失败 只好改种铁刀墓 铁刀墓作为蛋蝶的唯一食草 吸引它们在此大量繁殖 成为一个生态奇景 这个防治瘧谷的部分是 大概六十几年以前 我碰到一个原住民 我看他怎么每天都抓几千只蝴蝶 希望他让我到现场 其实他们都保持他的采集 祭祀的秘密 但是因为我不会跟他竞争 所以他我就带到那个去 那个一进去真的不得了 满山满地都是当完的 那个景色现在完全没有了 看过多少振折人心的蝴蝶美景 体会多少因七地破坏而不负载的蝶谷 成为受老师心底 为蝴蝶好友请命的声音 不断回响着 民国六十年 陈老师在他任教的成功高中 成立教育性职的昆虫馆 退休后更积极投入蝴蝶保育推广 唤起许多人的蝴蝶梦 即使是一只平凡的蝴蝶 在陈老师眼里也可以有不平凡的解说 你怎么把它弄死了 没有 看一半有在搓 一半有在搓 大家看不见证明一下 你没有弄怎么样 翻过来又飞上去 陈老师培训许多爱蝶者成为解说员 除了认识各种蝶种之外 还希望大家用生动的方式介绍蝴蝶 甚至能推广蝴蝶生态认知 或投入生态调查 而不是一昧地追寻珍贵蝶种而已 一只昆草 两堆之白 有的人在游泳 手伸出来 两堆之白 三堆 这是陈维寿老师一生追蝶最期待的 也会永远坚持一直走下去 不同于王生康与陈维寿 穷尽一生追寻蝴蝶的美 在埔里曾经以蝴蝶为生的罗锦文 与蝴蝶的相遇并不浪漫 七八岁以后是抓蝴蝶 抓到最快乐的时候 抓到到来可能几个百家 是几千家 才到一天的工资而已 抓到十九岁的时候 台西有罪恶感 主要就是要脱离 变到那时候抓得很不快乐 罪恶感一直产生 所以就要找百家人取代的工作 一直都不孙 那些工作都要花很多钱 自己找我家创业 所以 最后还是要回来 罗锦文虽然继续以蝶为生 但在他心中有了不同的想法 想要去一间蝴蝶園 看蝴蝶要怎么生人 要怎么繁殖 最主要是说 我们抓那些蝴蝶 杀死很多蝴蝶 要怎么给蝴蝶 要怎么陪给它 要怎么行人的感觉 所以我想到繁殖的方式 当然那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想要怎么给蝴蝶 创造它 再留一个 因为我 它可以生存的空间 罗锦文向农家租用一块地 在妻子默默地大力协助下 开始富裕蝴蝶的石草 本来这个地方想要规划做 生态步道 这个黄赏蝴蝶的勇科 这个大红纹 那些生物伯伯 可能是寄生 他如果大生脱皮 寄生在外面的东西 就像脱衣服脱钓 但是他如果太慢 寄生就把它放进去 他就要死了 每天从早忙到晚 罗锦文说虽然累 但是累得很开心 从采集者 转变为保护者 罗锦文在蝴蝶 从幼虫到羽化前最脆弱时 用尽各种方法来保护它们 这种蝴蝶 以前在这里很少量 磁黑黄斑夹蝶 这只一天 母会是紫色 我叫他说我走到他的地方 都有蝴蝶在背 我爱你 罗锦文正一步步 朝着他的蝴蝶梦 迈进 百年来 从采集到富裕 不论是否参与过蝴蝶加工的辉煌 还是蝴蝶保育的荆棘路 台湾再见蝴蝶王国 还需要更多人的保育认同与参与 如果有一天 人类爱蝴蝶如朋友 与蝶共舞就不是梦想了 台湾百年来 昆虫与人的关系一直多变 而人与昆虫的亲密感 就从饲养过程被建立 残宝宝 这已经当了华人 几千年好朋友的昆虫 它可是所有台湾人 小学生活里的重要记忆 昆虫学家石正仁教授 来到自然教室 听听小朋友们养残的心得 我觉得养残宝宝很好 可以像父母一样 照顾他们养他们 包括在商店还有亲大店 我想在台湾求学的人 都有一个养残宝宝的经验 透过残宝宝的饰养 让学生在极短的时间内 能够认识到昆虫 从卵物化变成幼虫 然后乳化变成成成虫 残宝宝的饰养 让学生能够培养 对生命科学的认识 也养成他们 对生命负责的态度 残宝宝是桑残的俗称 因为被人类豢养太久 已经失去野外求生的能力 从刚孵化 如黑色小蚂蚁一般的乙残 到开始可以取食嫩桑的 白白胖胖的残宝宝 它们存在的主要任务 就是不停地吃 只有在每次脱皮前 才会进入如睡觉般 不吃也不动的棉的状态 因桑残属于鹅类 化涌前会先吐丝节俭 残体内左右各有一条菌丝线 是分泌残丝的器官 可分为前中后三部分 后部可分泌生丝素 形成丝中心 中部则分泌丝胶 以围绕丝的周围 前部则控制叶状丝的分量 最后经吐丝管吐出 一接触空气 就变成我们所看到的骨太丝 残躲藏在茧中 进行最后一次脱皮才化涌 涌壳看起来平静安全 但是在里面 却开始一场翻天覆地的大改造 最后幻化为一只鹅 破茧而出 羽化的鹅口气退化 不再取食 此鹅把握时间散发细味 吸引熊鹅先来交配 此鹅一次 大约可以产下五百颗卵 等达成传宗接代的最终目的后 它们很快地就会死亡 摘伤养蚕仿杀之部 是五千年来中国老祖宗的智慧 第一个发现蚕食的人 相传是皇帝的太太雷祖 皇帝的太太雷祖 有天坐在庭院里喝茶 突然一个蚕茧 从桑树上掉了下来 掉进她的茶杯 她发现浮在茶水里的蚕茧 有根线头松开了 就开始拉 越拉越长 最后就发现了美丽的蚕丝 这是传说 后来蚕在民国六零至八零年代的台湾 可是成为产业中共同打拼的伙伴 蚕丝具有强韧 透气与保温等特性 应用广泛 人类才要和蚕宝宝合作创业 蚕种改良专家 苗栗农业改良厂副厂长余席金 当年就站在第一线 为蚕农育出最好蚕丝量的蚕种 在一种选拔过程中 主要就是说 第一个单粒碱的大小 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它的湿 是越长越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指标 就是它的强健性 它的健康性 就是它在养残过程里面 要希望不容易生病 民国六十二至八十年间 在中央政府投注研究经费的推广下 堪称是产业的黄金时期 当时产值高达两亿三百多万 堪称是世界奇迹 一九九二年 国际产业景气走下坡 蚕丝从此罚人收购 蚕业也逐渐没落 作为蚕丧唯一的研究机构 苗栗区农业改良厂 每年仍然持续整并 从各地引进的蚕种 保持台湾蚕种基因的优势 在民间还有一户人家 保留早期的养残建筑与设备 这个就是我们早期养残的 用竹字的一个残坡 这上面就会把这个残宝宝 把它放在这个上面 这个是比较原始的一个养残方式 事实上可以看到 它这里面有一个缝隙 当然它这样可以造成 它一个通风良好 里面它就不会有发酵 影响这个残宝宝的发育 民国七十几年就没有再养了 没有再养 但是我们一直还是把这个东西 还是留存下来 我认为它是我们家的一个 家传的一个宝 这朴实的残舍 见证了台湾产业曾经辉煌 尽管最繁华的年代已成过去 但却依然有一个人 坚持将台湾产业传承下去 残桑达人 图全民 他的生态教育产业农场 是国内作果仅存的栽桑养残 取丝加工的农场 这一大片广达两公顷多的桑园 是残宝宝们重要的粮仓 也是图全民引以为傲的有机桑园 那我的残宝宝 他有分为逸林 二林 三林 四林 五林 那他吃的东西不是随便采的 那我们逸林刚出生 我们这边都不采 为什么这边都不采 因为这边只有水分没有养分 吃了 长久吃了也绕散 那逸林产就要采这两片或三片 这那么嫩 OK 还有到再下一二林的话 又在这两片 三林的话就那么长了 四林又长一点 五林又整株 把它割下来 残宝宝就会非常照规及的成长 好 我现在要去照顾我残宝宝 几十万只的工作人员 二三十万只残 一天约吃掉一公顿的桑宴 为了喂养残宝宝 就得桑园 养残室来回奔波 我们的商业都湿在 一般来讲 湿了大家都说会拉肚子 对不对 但是这个答案是错的 哪里会拉肚子 叶子不干净才会拉肚子 图全民每年维持饲养二十多万只残 这些他口中最心情可靠的员工们 除了替他生产残丝被 也成了国小自然客的最佳教材 什么要给他有健康的残宝宝 健康的身体 第一个当然你的商业 一定要把它照顾好 还有整个残宝宝的空调 还有它的密度 像比方说这个很厚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要撒石灰 撒在这个产体上面 石灰一方面它可以除湿 一方面它可以杀菌 什么都怕石灰 但是就是残宝宝 它就是不怕石灰 你若是说那个残宝宝 没有照顾好像这一只 它就变成软化病了 你看软软的 屁股的捏下来 它会像拉肚子一样 有那个水一样 你看一个同一批残宝宝 生病的那么小 然后健康的那么壮 这个它已经躲得僵病了 像僵尸的 这个都硬的 硬的 它有时候它会吃一吃 像那个心肌梗塞一样 然后就倒下来了 对不对 这个东西 但是它早就有病 健康成长的残宝宝 将被移往另一个地方 吐丝结茧 不同于一般残结成圆形茧 这里的残宝宝结出的 却是特别的平面茧 方便残农加工处理 一条两公斤重的残宝被 约须一万只残碱 还要经过煮 洗 拖 晒等加工 才算大功告成 蚕丝被它真正的特性 它是一个冬暖夏凉 非常透气的一个材质 它的韧性很强 图全民认为 蚕丝被的整套制成技术 一定要根流台湾 这也是台湾的竞争力 我讲过一句话 只要我一口气再 我碰到头破血流 我还是坚持 要把这个产业里却 贡献人类 那么大的一个残宝宝 你结果连根都断了 我认为是非常可疑 所以说我们才一直坚持 不怕难 不怕苦 三天三夜没睡觉 照样要把它拼过去 我们感觉到 非常的骄傲 既然一个宝被我们留住 在我们的国家 所以说我们现在 一定继续地努力 继续地奋斗到底 不管是千年前的雷祖 或是从日俱时期 兴起的产丧事业 蚕对台湾的经济来说 都具有跨时代的影响力 但是有一种昆虫 它的影响力更全面性 爱因斯坦曾说 如果它消失 人类也将在四年后灭绝 蜜蜂是人类数千年来的好伙伴 它是生物进化上最精致的展现 卓越的飞行力 敏锐的嗅觉 灵活的身体结构 让它成为生态平衡的联系者 远古西班牙血居人的壁画中 就展现人们利用藤蔓 攀爬接近蜂窝 采集蜂蜜 古埃及人 算是史上最早养蜂 懂得利用工具 将蜂群迁移至不同区域 以增加蜂蜜产量 蜜蜂自此成为人类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昆虫伙伴 每年到了四五月份 就是台湾养蜂人家最忙碌的时刻 昆虫专家石正仁教授也将参与其中 看看蜜蜂到底是如何 与人养成绝佳的合作情感 而它统筹指挥现场所有蜂与人的 就是拥有台湾及泰国五亿员工 一生与蜜蜂为伍的亚洲蜂王程琪 陈董啊 我们今年好年了 今年真好年了 今年冬天的时候特別冬 气候又順 所以今年是大风修 主要都是意大利风 对 意大利黄金风 对 意大利黄金风 这有什么特殊的好处 有什么特殊的好处 这叫意大利风 它有什么厚菜蜜 还可以做香蜂蜜 它这个肩比较温和 我们在家中间比较不好 比较大有没有 尾巴比较长 对 这一只就是蜂王 在蜜蜂的世界里 蜂王利用费洛蒙来管理他的王国 并下达工作指令 为数众多的工蜂 在二到六个月的寿命中 除了要储存蜜粮 照顾幼虫 还要振翅股蜂 降低蜂巢温度 以及蒸发蜂蜜水分 外出采集等 一只蜜蜂可以探寻半径三公里内的蜜圆 还能顺便扮演植物美人的角色 在植物的花朵内 雌蜜基部有个分泌花蜜的蜜线 蜜蜂特殊的举膝式口气 能伸出长长的舌头 吸取藏在花朵中的花蜜 蜜蜂采集到的花蜜 并不直接吞下肚 而会先储存在宿囊中 在采集的过程里 除了帮忙植物兽粉繁衍后代 回到蜂巢 还将储存在宿囊里满满的蜜 土交给内勤工蜂 内勤蜂接受花蜜后 将蜜和口中的唾液充分混合 发酵 再将蜜存到巢室内 就成了蜂蜜 养蜂人取蜜赚钱 也要顾及蜂群 与脆弱幼蜂们的安围 从取蜂巢片的流程上 就可以看出这种相存相依 现在我们把它倒下去就要 不然这个蜂蜜 蜜蜂用不清洗蜂蜜 蜂就会去割水 取下充满蜂蜜的蜂巢片 接着进入蜂蜜的流程 蜂蜜和蜂蜜没有 蜂蜜红彩的蜂蜜 蜂蜜 蜂蜜就蜂蜜 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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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蜜 提供蜂群生长所需 但伺候即将成为蜂王的幼虫 却需要蜂王乳 蜂王乳是在供蜂取得花蜜 及花粉中的营养成分 让下咽头线顺利发育后 所分泌的特殊物质 专门用来喂养生活在王台里的 未来小蜂王 在取蜜工作最辛苦的两个月 陈奇与蜂农们比供蜂更辛苦 得24小时不停地工作 六年前 陈奇的女儿程诗英 也加入养蜂事业 推动自由品牌 希望将台湾的蜂蜜 推向全世界 蜜蜂那种 真的像我的家人一样 就像家人一样 因为从小就一起长大 从小就在养蜂场长大 所以你是蜜蜂养大了 对 所以很感谢他 就是很无私的付出这样 他就是像我们的贵人 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所以是你赌到贵人 那是蜜蜂赌到贵人 这个我赌到贵人 我赌到贵人 不同于成奇庞大的蜜蜂王国 陈胜章的养蜂事业 却是在一次次搬动蜂箱中被建立 他们是一群竹花园而居的母蜂人 我们年轻这一辈的养蜂的方式 跟老一辈的也是都无所谨 现在资讯越好越有的时候 哪边的蜜园 当时在扶 我们当时就是搬迁的速度 会比较快 所以现在的养蜂人家来讲的话 相对所有的产量都会比 以前老一辈子的人都会比较快 他奔波的路程 比起辛勤工作的工蜂 一点都不逊色 与孤花旗 抢时间摆放蜂箱 让蜜蜂去工作 只要有一点错误判断 损失就惨重 夜间蜜蜂回潮歇息 就是牧蜂人开始忙碌的时刻 我是在给它放冰块 类似像冷气这样子 让它不用那么热 OK了 OK了 陈生章和他合作多年的伙伴们 要赶着在蜜蜂感应日出的光线 请朝外出采蜜前 将它们妥当安置在新的采集区域 你感觉整个最辛苦的地方就可以了 就是半夜半蜜蜂 你看现在整身像这样子的话 像人嘛 对不对 现在还好一点 气候好 如果你碰到夏雨天的话 你是不是整个都是泥泥 你夏雨天的一样还是要拼 今天十点钟了 我们今天的工作就到这里 明天六点半 我们要去采蜜 我们每天观察它的成长 那种喜悦 如人云水能软自知 看到它有摆东西要回来给我们 我们很高兴这个不生气的功能有多好 它就是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它带回来了 所以那种喜悦很难讲 对 养蜂对我来讲的话 是一个继承我父亲那时候的事业 但是也是我们谋生的 能够生存的一个工作 我也希望说我们的下一代 也能够像蜜蜂这样子 很勤劳 很刻苦耐劳这样子住 竹花蜜而居的事业虽然辛苦 成家因为人与蜂的齐心经营 传承也就更有甜蜜的滋味 民国一百年 对台湾许多养蜂人家来说 是大丰收的一年 不过几年前 蜜蜂群大量消失 也就是蜂群绷解失调症候群 简称CCD的发生 却让科学家对此大感忧心 2006年 它曾经是美国新闻的头条标题 在台湾 也要对蜜蜂消失事件欲作提防 昆虫学家石正仁教授 在台北近郊 寻找为蜜蜂神秘消失解谜的科学家 杨老师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是CCD CCD就是整个蜂巢里面 所有的工蜂会不见了 见了以后留在这个草里面 只剩下少数的工蜂 那还有蜂王 以及其他他所留下的食物 比如说像这个我们 可以模拟看看 像这个草片就是剩下 很少的工蜂在这个草片上面 那事实上如果是正常的 这个蜂巢的草片的话 上面会有非常非常多 数千只到三万只 所以本来这个应该有几千只 现在看起来不到几百只而已 最可能原因 我们认为可能就是 他们有一些病 这些病我们过去可能一直 还有存在 但现在不晓得什么原因 他们大量的使得 这些蜜蜂得了这个病 那也有可能就是新型农药的使用 因为过去没有这些农药 蜜蜂生理专家 杨恩臣教授的团队 透过长期实验的结果 已能断定低剂量的益达胺农药 虽不会造成蜜蜂的死亡 但的确干扰着蜜蜂的许多行为 后来研究认为这一些 非致死剂量的益达胺 因为它是个神经毒 类铃骨丁类的药剂 所以这个神经毒会导致于蜜蜂 产生不正常的行为 比如说它的这个学习记忆的能力就降低 比如说它出潮之后返潮的时间就延长 甚至就不回来就迷失了 那这个都很类似于我们所看到 CCD可能供风大量消失的原因 所以就有往这方面的研究 虽然目前对于CCD事件 全球尚未有最后的定论 但这个世界若少了蜜蜂 粮食短缺 人类恐怕得提早面对粮荒的问题 对于蜂群的存续 人类绝对得审慎应对 民国六零年代起 台湾靠着蝴蝶 家残 蜜蜂等昆虫 赚取丰厚的外汇营收 台湾人克勤克俭 努力谋求出路的坚毅精神 就像是社会性昆虫 集体的营造力量 令人惊艳 人与昆虫 在迈向21世纪 人能继续保持友好的合作关系吗 还是有着令人惊奇的发展 人与昆虫携手合作 默默不出于世界 为台湾80年代崛起的高科技生物产业 定下了丰厚的基础 下一集 我们将带领大家看看 昆虫与人类多样性的面貌 台湾昆虫 经验一百 下集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